相較日本他們對於水產品註冊這件事情是積極的輔導還做新系統 但是台灣是一打電話頭髮鏈剛問業者說要不要輸輸到 會覺得說兩岸沒有管道才會變成政府會怎麼被禁都不知道 臺灣出口的43%還是到中國大陸 其實兩邊明明交易額就這麼大 他每天都在構造 你不要看那個農產品那個事物項目被禁一大堆 相對整個出口額 其實他占的比例很小 這就這樣 明白的講雙方都還在構造 不過兩岸關係長期來就不好 怎麼去改善兩岸關係 這是要思考一下的 可是現在金門高粱還有 金門高粱沙市這一些 就是現在也傳出要被禁 而且聽說就是下個禮拜還會有更多 我講過嘛 其實明白講 剛才再重複一遍 其實臺灣對外的輸口金額 你知道 中國大陸佔43% 所以其實現在目前這些正確講叫騷擾戰 因為市場對金額最大的電子產品 現在都沒有在動 所以這只是雙方關係不好 雙方在構造 但是我覺得這不好 因為這樣 我說臺灣海峽距離是固定的 但人心的距離是會變動 所以我相信大陸也要思考一下 對臺灣這樣做 只是讓臺灣人跑得好 可是會讓免疫力低下代謝不平衡 皮膚狀況變差 旺旺推出的夢夢水 就是要解決 大家煩惱的好幫手 白桃風味酸甜好喝 也歡迎大家掃左下方QR Code 或是上快點購網站訂購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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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